第31章 一文钱难死主仆俩 上 第二日清晨 从客栈醒来 主仆二人梳洗完毕 然后准备打扮 因为今天要去各部堂跑手续 拿到书院入院室的准事凭证 所以想要打理得精神一些 宁缺坐在窗前 迎着出生的陈光 拿着卷书似看非看 瞇着眼睛 准备享受身后桑桑的书头 却没有料到 头发被扯得一阵生疼 他转过头来 无奈地看着小丫头道 书个头有这么难吗 要不然 少爷你自己书一下试试 往年在魏城 都是随意书拢个计就好 今天 你却要学那些书上 我可没学过 桑桑握着书子的手 缩到身后 没好气地说道 哎 瞧瞧你这态度 你也知道叫我少爷呀 宁缺恼火说道 到底谁是少爷 谁是丫头 说你两句 居然叫我自个儿去书 你要明白 少爷我 马上 啊 就是要进书院 那就是正经的读书人了 你不会就去学吗 以后天天都要书那种样式的 从昨天在珠雀大街雨中看着那会像之后 主仆二人的情绪便一直有些问题 只不过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当时的感受 更无法确定当时的感受是不是真的 再加上一些很隐晦的理由 所以并未就此事交流过 宁缺看着桑桑比原本更黑的小脸 笑着说道 嘿嘿 好了好了 办完正事 我带你去陈锦记 嗯 听到这句话 桑桑抬起小脸笑了笑 转身从包囊里取出了一把刀递了过去 宁缺接过刀 走进客栈后方的小庭院 开始伴着晨光练刀 动作精准 看上去飘悍强劲 只是那团乱糟糟蓬松的头发 也是随着动作一抖一抖 看上去不免有些滑稽 大唐帝国是整个天下的中心 而书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则是大唐帝国的中心 是受万民敬仰崇拜的地方 甚至有时候竟隐隐超出了皇室的影响力 从小时候知道书院这个地方开始 宁缺那颗被世俗阴谋论洗过的脑袋就一直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大唐帝国或者说皇室会允许这种地方存在 所谓人的头顶只有一片天 天上只有一个太阳 那么一个帝国怎么能有两个声音 无论他在今后的岁月里能不能明白 至少这一整天的经历终于让他切实感受到了书院 在大唐帝国的崇高地位 也体会到了朝廷对于书院的尊敬 甚至是敬畏 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入院式资格凭证 居然就需要六部当中的三部盖章确认 而且只有郎中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进行此项工作 军部 吏部 礼部 宁缺这一天见到的无品以上高官 比他前十六年加起来见到的还要多 如果不是军级尚未转成民级 他甚至还需要去户部衙门跑一趟 春日虽然温暖宜人 可在长安北城这般一通周折 也是累出了他满头大汗 忍不住暗自想到 就算是朝廷要对南晋出兵 只怕也不会需要这么麻烦吧 帝国布衙 那是何等样阶层森严之所在 宁缺只是一个毫无背景的编程小兵 他本以为自己会遇到无数轻蔑冷带 没有想到那些官员看到他的名字后 虽然没有特殊的表示 却也没有做任何马氏湘将军警告过的刁难 轻轻挥手便放他过去 宁缺仔细一想 知道应该是公主府派人来打过招呼 公主自草原归来 途中又遇到刺杀 回到长安后想必是百官齐贺宫中大宴 又要暗自严加调查 依然记得他的事情 若换成旁人想必会感激不已 但宁缺却不会这样想 因为这是先前就和那位殿下说好的事情 虽然说的时候是在火堆旁边 殿下还不是很像那个殿下 在礼部盖完最后一个章 天上太阳已经开始膝斜欲落 好在大唐帝国官僚机构并不是太官僚 效率颇高 负责发放书院入院资格凭证的衙门 距离礼部还不远 而且到了这个时间还开着门 门口围着三两名刚刚拿到凭证的年轻人 在小声议论 老住在客栈也不是个事啊 没办法和同窗门多亲近亲近 提前搬到书院住倒是不错 说不定还能认识一些师兄师姐呢 书院住那可不便宜 比长安层最好的月来客栈 独院都要贵些 说起来还是太祖皇帝那个时候好 那个时候书院可是时速全面的哦 哎 何至于省这些小钱 以我看能提前一天去书院也是好的 多熟悉一下环境 进入入院室的机会也能大些不是 哎 我可听说 军部这次发了疯 推荐了七十个准考生 宁缺正准备往里面走 忽然停下脚步 看着那名年轻书生 鸡手一礼 问道 啊 这位兄台 您刚才的意思是说 现在书院不包食宿了 那三个人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宁缺 大概是想说 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还考书院做甚 宁缺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背着人 当着桑桑兴高采烈的嘲笑他人是白痴 这时候 被人当面表示你是白痴 自然无法接受 转身 进了大门 在他再次出来时 大门口那几名年轻书生早已不见 不然 看到少年微白的脸色 肯定会好生嘲弄一番 桑桑一直等在门外 他举着大黑伞 挡着西晒 以免自己的脸变得更黑 正眯着眼睛高兴于这主意不错时 忽然看到宁缺的模样 顿时紧张了起来 小跑到他身前 颤着声音问道 怎么了 书院不准学生带诗女 你有没有和里面的大人说 我可以给书院做帮工 只要有住的地方就行 不是这个问题 宁缺嘴唇有些发干 看着他声音微哑地说道 我刚才问清楚了 原来书院根本就不包食宿 也就是说 我如果考上了 每个月都要出三十两银子 三十两 桑桑下意识地提高了银两 尖声喊道 那还赌什么赌 这句话说出口 他便知道没有任何意义 簇着眉头 愁苦看着宁缺说道 少爷 我们这些年 存了七十六两三千四分银子 这一路上跟着公主走 一个铜板都没有花过 加上卖掉马车的钱 将军的资助还有最后收的赌债 总共加起来也不到二十两银子 这到长安后又住两天客栈 吃了五顿饭 宁缺阻止了小侍女的碎碎念 不安地说道 如愿是一个月后举行 看来我们还要住一个月的客栈 你得把这笔开销也算进去 桑桑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的脸色 想来她的心情会稍稍愉悦些 因为那张微仰着的小黑脸 因为震惊和不安 变得白了很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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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